第一次中国在举办奥运会我还是一个运动员选手 到第二次的时候呢在广州 2010年我已经是马来西亚武士队的国家队的领队 所以那次也出席了 时隔了十多年到了这个杭州的亚运会呢 我可以看到了中国一直在进步 中国一直在像人文 所有像这些瑞士还有这些环保的工作 做得很棒真的很棒 在亚洲里面说可以说成为一个icon 做了一个榜样 这个是大家能够学习的 所以这一次呢我感觉着整个组委会 政府人民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以一个亚运会的成员之一呢 我要特别的感谢 我也相信能够代表所有的全体的运动员 官员们团队人向中国说声 谢谢中国很棒 谢谢您这是您第几次来杭州 对杭州这种城市的感受和印象 来杭州好多好多次了 因为杭州是一个文明的一个旅游胜地 而这一次的踏入这个杭州呢 有一点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 就是因为呢这次杭州亚运会 它带来了一些的激动 带了一些憧憬 尤其是我对这一次的整个的slogan 他的标题就是星星相游 heart to heart future 未来 我看到很多志愿者 我也看到很多工作人员都很年轻 而且很自信 而且很礼貌 很有举例 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微笑 把我们的心都融化了 我们只剩下了27面牌 啥都不说了 我们这次最主要的就是 奥运的精神 奥运的一些行动 来让我们的运动员能够更加自律 让自己有自己的梦想